HELLO 大家好,我是磯磯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複科抽卡機的相關活動 這是來自於官方的一個舉辦的活動 是神魔節相關大家可以去投票說想要複科什麼獨立抽卡機 那這邊投票結果出來了,分別是這三名 然後會依序的去複科他們所在的獨立系列 所以是魔幻寶石、妖古山竹跟妖魔清城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主要為大家帶來這三個獨立卡架的詳細分析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次活動相關的限制 首先這次的開放其實是有期限的 像是魔幻寶石,它只會在9月1號到9月13號開放 那第二波登場的是妖古山竹,會是9月14到9月27 最後一波只是妖魔清城,9月28到10月11 所以大家如果要抽的話要注意時間 第二個要注意的是,他們剛開放的時候就是大獎加倍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抽到大獎的話,機率都會是比較高的 這是大概兩點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們直接進入這部影片的主題 就直接要為大家分析我對於這些卡片的看法 好,先聲明喔,這邊有星等數 分別是三顆星、兩顆星跟一顆星 如果說一顆星的話不代表它真的很爛 就是代表說它的出場機會不高 所以我這個星等數的評分標準是用我自己使用的出場機會去判斷它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星等數的分布來去判斷說 這個卡池抽的CP值效益怎麼樣 因為我想現在的石頭真的要省一點了 一來是我們剛經歷過七大墜 那可能大家也沒什麼石頭 然後再來是官方也宣布了 在今年年底也會有一波的合作 所以在年底之前能不抽卡夾就盡量不要抽 把石頭省下來給合作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邊我就推薦大家 真的要抽的話有一些我推薦的方向 首先第一個你要先看你擁有什麼種族隊長 像是你有潘朵拉跟金恩的話 那你可能就很適合魔幻寶石喔 這邊有一大堆的妖精、牛棚 可是如果說你有青龜的話 妖古山族反而更適合你 因為這邊龍族牛棚比較夠 不過妖魔青城就比較尷尬了 因為他主要是以夏娃為主的魔族隊長 那目前夏娃也不是很強大家也知道 所以這個抽的CP值效率就比較低了 並且夏娃作為其他隊的隊員架子也沒這麼高 所以妖魔青城我是真的不推薦大家去抽的啦 不過魔幻寶石是我最推的 妖古山族可能也可以放掉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我們就依序的來為大家做分析 首先第一波登場的是叫魔幻寶石喔 那妖精為主的卡霞 其中我給到三星的是鑽石 他這跨回合黨史太好用了 無論是金恩啦或是潘朵啦都用得到 甚至鑽石還帶有跨回合的增傷嘛 更甚至到光隊 像是項羽、瑪雅這些都用得到 所以其實鑽石能夠放得下他的地方 他就一定有出場的機會 所以鑽石這邊我直接給到三顆星 然後再來是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個魔幻寶石我給到兩顆星的頻率喔 都比其他卡池來得高了一點喔 因為他們真的是妖精非常重要的功能卡 像是翡翠 你有金恩你會很明顯的看到的 帶翡翠他的那個傷害真的差非常多 所以以後金恩真的要繼續玩下去的話 一定要翡翠 不然玩得很痛苦 而且翡翠同時還帶有關閉再有炸板回血的功能 所以等於是增傷然後又有結板能力的好用卡片喔 那當然同理 潘朵阿也可以帶翡翠 而且也適合 然後再來的話剩下小獎的部分就更多結板啦 像是燃燒點 然後冰凍跟甚至到解鎖 所以你會發現要抽齊這一個卡夾 就會有妖精基礎的解盾能力了 所以真的會推大家 這個妖精卡池比較缺的朋友喔 真的就是抽這個魔幻寶石是最推薦的 那再來第二推薦是來到第二波登場的搖谷山竹喔 可以發現到這邊大概都偏龍竹好用的隊員啦 像是艙碧喔 跟是到赤章 然後水的小獎 光的小獎 這些都是 青龜很常上場的好用隊員 那以水小獎為例喔 他就可以常駐幫你轉出龍竹豬嘛 那這個青龜 一來是可以增傷 二來又可以回血 所以是真的必備的隊員之一 再來到艙碧 艙碧這個可以變身 然後又可以減CD 無視黏著 一大堆的解版能力我就不一一列舉了 所以對於龍隊來講的確是重要的成員之一 但是 他說實話 那我其實 青龜是可以帶他 而且會變得更變態 但沒有帶他好像也可以通關 所以我覺得 艙碧來講 反而是我覺得沒有在這個卡夾抽到 也不用特意去抽他的一張卡片喔 反而是這個小獎 附加效果消除 這個對於龍隊來講太重要了 是唯一一張附加效果消除 而且他還會幫隊長有增傷喔 那剛好 青龜也是自身劍王拳 所以整個就很適合青龜的形狀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龍隊 維二的電擊 喔 電擊盾的角色卡 所以在指定的做球盾也用得上 所以你會發現到 欸 這個姚古神主真的是有青龜 在於抽的CP值的效益會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反過來來看 呃 撇除到這種龍族的卡片而言喔 只剩下恩利兒 恩利兒的話 你會發現到他作為隊長 或當其他隊的隊員 出場機會真的是很少 再者 就是現在神主也 有新的版本 有 神主也陸續在推 甚至到希臘神 都是 呃 你有這些 更甚至到英啟都 你就不會想要用 恩利兒了 所以恩利兒我覺得 就真的不用練他了 也不用特意就要去抽他 那維若妮卡這張卡片 雖然說 作為獸隊 真的非常強大 解無視拼盾的角色卡 但是 現在獸隊也是沒落 只有賈比爾可以作為隊長 所以自然而然這種 呃 雖然說很好用的卡片 但作為隊員 還是沒有機會上場 然後維若妮卡作為隊長 也不是很強勢 所以這邊 呃 給到一顆星不是因為他沒用 而是他真的上場機會 會在現在來講 太低了 好 所以抽他的效益 真的很低 然後再來是恩利兒的 呃 專武啦 這個火小獎 也是沒有什麼上場機會 然後這張是獸類的 也是 沒什麼上場 所以 你會發現到 欸 除了這個龍竹卡片之外 剩下的搖骨山竹 我都只給到一顆星而已 所以 真的 你有青龜 然後再抽搖骨山竹的卡池 會是CP值最高的 然後我們來到最後一個 妖魔青城 那可以看到這邊 普遍都給到一顆星喔 原因就在於 他們其實是製成 一個體系的系列 以夏娃為主 那夏娃作為隊長 那大家自然不用多說 是魔族以往好用的 隊長之一 但你會發現到在近期 夏娃逐漸不給力了 傷害不給力 血量還是維持高標 這沒有問題 但回復力也逐漸不給力了 他沒有辦法很輕鬆的每回合回滿 這也成為了他的致命傷 所以夏娃在目前來講 只能說是50分左右的一個魔族隊長 雖然說還沒有被淘汰 但也逐漸的在走下坡了 所以以這個情勢來講 那我就比較不推薦大家 花石頭在他身上了 因為只會保值性越來越低 然後同時夏娃作為其他隊的隊員 也沒有用 因為他主動技能只有那顆蘋果 那蘋果只有他當隊長有用 所以他主動技能 換句話說就是在其他隊來講 完全是沒用的一個情況 反倒是武則天在其他隊 可能還帶有一些 炸板啦 轉強化珠 甚至追打的一個效用 所以我不會說武則天沒用 但是有太多卡片可以取代他了 所以這邊還是給他一顆星 就沒有一定要抽他 對那上場機會也是沒這麼高 那更不用說武則天作為隊長 其實也不是這麼強勢 血量太少了 好那剩下的小獎呢 就上場機會很少 我就不一一介紹了 那最主要這邊 我妖魔青的給他兩顆星的是 楊貴妃 他是妖精 少數 我記得是維爾吧 附加效果消除 上一個妖精附加效果消除 是火飛婆 但那張已經絕版了 就不提了 所以這次自家 少數真的是可以 妖精附加效果消除的卡片 那這個功能卡的話 還是給到兩顆星的好用程度 可是如果說一個卡池裡面 只有一張 是兩顆星的使用程度 那抽的CP值效益 就真的非常低了 所以妖魔青的這個系列 我是真的非常不推薦大家去抽 除非你真的對夏娃太有愛了 畢竟 官方真的推出了夏娃太多的造型了 所以你單純只是玩一個心情的 就覺得哇看到那個造型 心情很好的話 那抽夏娃 其實能讓你心情好 也是一個蠻值得的投資嘛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走向 跟大家做一個分析啦 那主要這個新人數還是 跟大家再次的提醒 就是以這個出場機率 出場的機會去做一個評比啦 所以給到一顆星不代表沒有用 只是它出場機會還是偏低了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 一個我的想法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大家對於我的影片有什麼更多 想要補充的 也都歡迎在這部影片底下留言 可以一起討論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這種分析影片 別忘了可以按下按鈕按鈕 以及按鈕按鈕 以及按鈕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一定支持你 我是Ounk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